小朋友们 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 我是格子姐姐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 风筝 青蛙和蛤蟆一起去放风筝 它们来到一片草地上 那儿刮着大风 青蛙拿着线 蛤蟆拿着风筝 蛤蟆迈动小短腿 快速向前奔跑 风筝飞上了天空 却很快掉落到了地上 蛤蟆听到了一阵笑声 回头一看 原来有三只枝羹鸟 正蹲在灌木丛上 枝羹鸟说 呵呵 风筝不会飞 你们还是放弃吧 蛤蟆泄气了 风筝不会飞 我们不玩了 青蛙说 你把风筝举过头顶 不停挥动 也许它能飞起来 蛤蟆跑回草地 它高高举起风筝 一边跑 一边不停地挥动 风筝伸上了天空 又砰的一声响 掉了下来 枝羹鸟嘲笑地说 哈哈哈哈 要风筝飞起来 真是个笑话 蛤蟆垂头丧气地 对青蛙说 风筝永远不会飞起来的 青蛙给蛤蟆鼓劲 它说 我们必须再使第三次 你挥动风筝时 不但要举过头顶 还要跳起来 蛤蟆把风筝高高地举起来 跳上跳下地挥动着风筝 风筝飞上了天空 却很快又掉进了草丛 枝羹鸟们哈哈大笑 青蛙说 我们再使一次 你把风筝举过头顶 挥动时不但要跳起来 还要大声地喊 向上 风筝向上吧 蛤蟆又跑回了草地 它高高举起风筝 跳上跳下地挥动风筝 嘴里大声喊着 向上 风筝向上 风筝飞向天空 不断地向上爬升 越飞越高 耶 风筝飞起来了 蛤蟆大声欢呼 青蛙说 如果奔跑不能让它飞起来的话 如果边跑边挥动 也不能让它飞起来 如果边跑边挥动边跳跃 还是不能让它飞起来 那么奔跑挥动跳跃 加上大喊 最终就能让它飞起来 青蛙和蛤蟆坐在那里 看着它们的风筝飞呀飞呀 一直飞到了白云深处 好啦 宝贝们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蛤蟆最后用什么办法 让风筝飞起来了呢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鸽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微信搜索 关注公众号 鸽子酱教会呗 鸽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